因為澳門運動場正進行維修工程 所以六三的澳門首回合要以珠海體育中心作為主場 不害賽初段澳門就受到壓迫 空曬的阿基被近門起腳中柱 逃過一劫的澳門之後再在後防出現漏洞 這次阿桑就射中網側 這屆賽事澳門除了梁家行因雙未能除隊之外 基本上都以主力陣容出戰格 騎運陣腳之後主隊找回不少攻勢 隊長艾美達快腳一射未對手解圍 上個月底代表隊和香港球員街聯元朗 進行一場友誼賽作為熱身 而斯里蘭卡也是早前去到魯窩進行集訓 阿桑的遠蛇高出 搬場兩隊互交白卷 兩隊曾經在三年前的團結杯分做賽交手 當時澳門和對手賽和1比1 這場賽事吸引901名觀眾入場 緩變後澳門加強攻力終於打破僵局 一輪混戰之後到蘭迪門前保重 下半場7分鐘澳門零線1比0 轉成來到珠海的球迷都相當興奮 越踢越順的主隊有不少射門機會 艾美達的粒射不做目標 而斯里蘭卡的阿桑今場表現活躍 但多次攻門都和入球刷身而過 下半場中段澳門先後有陳敏和彭志亨相出 不過球隊亦都沒有退守 只是多次攻門未能轉化為一球 最終首回合澳門主場小勝1比0 當然不足夠 我當然覺得如果2比0或1 甚至乎更多的比數 對我們下半場會更加好 但是或者可以這樣想 我們還有90分鐘要踢 可以看看接下來 90分鐘有甚麼發生 但是我說陳敏和彭志亭 我們會不會有踢 暫時我給不到打 我們都要看看很多客觀情報 客觀因素 究竟我們會不會有 這個暫時在這一刻 我們會不會有踢 So it was a good match from Macau side I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boys They did a very very good game It was very hard working 次回合的賽事會在6月11日 安排在斯里蘭卡的 蘇加沙特撒體育場進行 澳廣市記者何思琦 在珠海報道